你说你哥会去 那你还说你帮我劝 你骗我呀 张灵鹤 赵金脉主演的电视剧《杜华年》 新的剧情中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了 一开局 裴文轩和李荣相爱相杀 到了最后被人算计 结果互相残杀 李荣惨死 而裴文轩也死在了白马巷的刺杀中 因为李荣死前下令杀了他 这两人被人算计 好在得以重生在二十年前 一切都可以重来 虽然两人这一世不准备成为夫妻 但是命运使然 两人还是准备成为夫妻 裴文轩和李荣甚至约定 将来如果两人执掌大权 再准备合理 而他们两人联手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付杨家 靠着拓巴燕的账本 还有秦陵 成功地算计了杨家 这两位联手 的确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 令人没想到 而目前为止 这两位最大的敌人 不是柔非等人 而是李明这个皇帝 没错 他忌惮太子 对于李荣也不是很好 对李荣和裴文轩 其实不过是为了利用罢了 借刀杀人 他们就是 李明手中的刀 当然 李明的心思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但还有一个人 隐藏得极深 是李荣和裴文轩 需要事实提防的 这个人就是苏荣卿 从前面裴文轩和李荣重生之后 两人在卢尾荡边上 在篝火面前分析来看 当初挑拨李荣和裴文轩的关系 并且算计毒杀李荣 害死裴文轩的凶手之一 必然就是苏荣卿 这位是当初的凶手之一 而他这一世 绝对是裴文轩和李荣的敌人之一 这是已经注定的 即便李荣爱他 他赔了李荣十几年 可是这位上一世能够下手 这一世也不太肯恩个手下留情 苏荣卿上一世 之所以对李荣那么狠辣 其实和一件事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当初苏家 被李川给灭门了 当初李川说 苏家支持三皇子李姓做太子 如同谋反 于是灭了苏家 男的斩杀 女的流放 若不是李荣求李川 只怕苏荣卿必死无疑 可即便如此 苏荣卿也还是被李川给攻行了 沦为废人 那么 为什么苏家家这么一个保持中立的家族 会突然支持李姓 为什么李川要淹了苏荣卿呢 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可悲 苏家一直保持中立 不参与皇位之争 虽然是世家 也算是皇帝 看着相对比较顺眼的 然而这一次一反常态 是因为李川的皇后上官雅 和苏荣卿的哥哥苏荣华相爱 并且 他还爬上了苏荣华的床 生下了李姓 不错 三皇子李姓 不是李川的儿子 而是苏家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苏家 才会竭力支持这个孩子做太子 若是将来他成为皇帝 那么 苏家岂不是平白得了李家的江山 苏家不傻傻 这样的生意 他们自然会做 但是李川也不是傻子 他当时独宠秦真真 怎么可奈何上官雅发生关系 按理说 如果苏家支持自己的三儿子做太子 也不是什么罪无可赦的大罪 起码不至于灭族吧 又不是支持他们造反 但是如果这个皇子不是自己的孩子 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他之所以下定决心对付苏家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知道自己被虑了 但是这件事他不能明说 毕竟这是官帝王的尊严 一旦说出去 只怕会被天下人笑话 所以他只能如此留下暴虐的名声 也要灭了整个苏家 事实上 原著中他对苏家人非常的狠辣 男的都被淹了 女儿被流放 这也就难怪 即便是长公主李荣求情 苏荣卿还是被李川给淹了 这也是为什么 自己也是世家出生的李川 被世家那么仇恨 居然出手灭了世家之一的苏家 更是恨不得所有世家覆灭 不仅仅是因为秦真真的死 还有他被虑了 所以到最后 他都在从未考虑三皇子做自己的太子 因为这件事不能说出去 他又不能承认 所以李荣还傻乎乎的为别人作嫁衣裳 而不自知 总而言之 原著中李川对付苏家那么狠 是可以理解的 淹了苏荣卿也并不意外 李荣被蒙在鼓里 而苏荣卿虽然知道背后真相 可是全足覆灭 这位对于李川 依旧是无比的痛恨 众活一世 虽然苏家没有覆灭 但是他依旧是心有余悸 想尽办法 想要阻止李川成为皇帝 害怕苏家再度覆灭 只能说苏荣卿这么做可以理解 但他前世被淹 纯属罪有应得 这一世 李川没有那么快成为皇帝 而苏荣卿却投靠了柔妃 并没有被淹 但他和李荣依旧不可能 因为这一世 李荣有了裴文轩 两人关系很好 电视剧《杜华年》 目前新的剧情中 可以说是真的太精彩了 这部剧一开局 就是裴文轩和李荣 这两位相爱相杀的戏码 令人看了 实在是意想不到 更为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两位被人算计之后 一个被毒杀 一个被刺杀 双双惨死 之后又同时重生到了二十年前 而他们本想要和前世不同 但是很可惜 最后还是和前世一样 为了利益联姻 只不过这一世 他们有着前世的感情基础 特别是裴文轩 上一世就爱上了李荣 而这一世 他一心想要的 不再只是权力 还有长公主 甚至在新的剧情中 他和李荣联手扳倒了杨家 在杨婉要刺杀李荣的时候 裴文轩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为他抵挡刺杀 令人实在是没想到 特别是李荣 之前还骂裴文轩是这东西 这一次终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前一世这两位 其实一开始也是彼此相爱的 只是后面 因为情真真的事情 导致了两人心中有了隔阂 李荣对于感情十分的严苛 对于裴文轩和情真真之间的感情 虽然清楚 却接受不了 他很快就移情别恋 爱上了苏荣卿 自己可以双标 但是绝对不允许裴文轩如此 这就是李荣这位公主的性格 而之后 他和苏荣卿 就那样亲亲我我的十几年 虽然他没有和苏荣卿发生什么 可这样 裴文轩心中有气是正常的 前一世这两位 最终以悲剧收场 而这一世 他们是否能改变结局了 这一点自然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前世这位当朝宰府和监国公主死了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整个大厦 会发生何等巨变呢 其实从当时的局势 我们不难看得出来 前世在李荣和裴文轩死后 还有两个人也惨死了 一个就是苏荣卿 另一个就是李川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就是李川身为皇帝 他其实已经病重 所以才需要长公主 李荣坚国 才需要裴文轩辅佐朝政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甚至于后面皇后想要逼宫 还是裴文轩及时带兵为了宫殿 这才保住了皇帝 让李川得以写下 让大皇子做太子的诏书 只是裴文轩最终惨死 而长公主也死了 皇帝本就病重 上官雅自然不可能让他活下去 而且李川死了 大皇子李平就再也无人支持了 上官雅之所以如此狠辣 一方面是为了权利 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川所作所为 前世的李川 独宠秦真真 结果被世家弄死 这些世家 还想要让李姓做太子 于是发疯的李川 灭了半个上官家 苏家更是被灭族 只剩下一个苏荣卿苟言残喘 所以上官雅自然和苏荣卿联手了 这两位一起算计李荣和裴文轩 同时也为了对付李川 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是李姓其实不是李川的儿子 而是上官雅和苏荣卿的哥哥苏荣华的孩子 这也难怪苏家会亲力支持李姓做太子 而除了李川会死之外 上一世其实苏荣卿在李荣死后也殉情而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苏荣卿是喜欢李荣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而他上一世想要的 就是杀了李川 为苏家报仇 苏家灭族是李川的命令 而李川的确也在李荣和裴文轩死后惨死 大仇得报 苏荣卿又被攻行了 心爱的女子惨死 他自然是生无可恋 选择了自尽殉情 而之所以说 这位也死了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这位也重生了 重生在二十年前 和裴文轩以及李荣等 活在了同一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在卢伟荡之后 苏荣卿和裴文轩说了一些话 当时裴文轩就怀疑他了 而事实上 这位这一世重生 一心阻止李川成为皇帝 所以 后期会暗中支持苏王 成为李川的敌人 也是整部剧 最后的反派人物之一 总而言之 上一世其实结局 是非常惨烈的 最大的赢家 自然是上官雅和李姓了 至于输得最惨的是 李荣和裴文轩 苏荣卿最后选择自尽 而李川也被害死 而这一世最终结局扭转 这四个人最后都活了下来 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非常之处 却考证